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Redmi推出了其品牌升级后首款产品Redmi K80系列,包含Redmi K80和Redmi K80 Pro两个版本, 一经亮相便受到了用户的广泛欢迎,发售首日销量更是突破66万台,刷新K系列首销记录。 而在此之后,Redmi还将带来今年的最后一款新品,不出意外的话就是全新的Redmi Turbo 4。 现在有最新讯息,近日有数码博主进一步带来了该机搭载晶片的核心参数。 联发科新款天机8400晶片12月底发表,据知名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最新发表的讯息显示, 该晶片的具体参数,即将基于台积电4nm制程打造,采用Cortex-A725全大核架固设计, CPU主频最高突破了3G,并集成了天机9400同款GPU IP。 天机9400的GPU是GPU是Emmortalis G925MC12,安兔兔跑分最高达180万。 作为参考,骁龙8 Gen2跑分160万,骁龙8 Gen3的跑分为200万,天机8400的效能实力可见一斑。 其他方面,根据此前爆料的讯息,全新的天机8400晶片将由Redmi Turbo四手发搭载,代号小旋风。 该机正面将采用一块1.5K LTPS技术的窄边框护眼荧幕,为用户带来更舒适的视觉体验。 并采用鲜薄玻璃机身,采用塑料中框,支持短焦光学指纹。 此外,该机还将内置超过6500毫安时的超大容量电池,大幅提升手机的续航能力。 这也是同价位段中电池容量最大的机型,同时服务以最高90瓦的快速充电技术,并配备抗衰结构加IP68防尘防水。 将是Redmi最强Turbo手机,在同当位极具竞争力。 据悉,考虑到Redmi Turbo系列一贯以高价效比著称,因此,全新的Turbo四的起售价预计依旧将保持亲民,大概率控制在1万元新台币以内。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领先的晶片设计公司联发科,近日宣布成功打入苹果公司的供应链, 这一讯息迅速在科技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联发科将首次为苹果的主要硬体产品,包括Apple Watch和部分B子耳机提供关键晶片, 这标志着联发科正式成为苹果这一科技巨头的重要合作伙伴。 联发科此次成功打入苹果供应链,不仅彰显了其在晶片设计与制造领域的深厚实力, 也预示着其在未来有望赢得更多知名品牌的订单信赖。 据多方报道,联发科将为Apple Watch的部分新款机型提供数据机晶片, 这一合作对于苹果来说,意味着其可穿戴装置产品线将迎来一次重要的技术升级。 Apple Watch作为苹果公司的旗舰可穿戴装置, 一直以来都在健康监测、运动追踪等方面保持着持续的创新,深受消费者喜爱。 而联发科的加入将为Apple Watch带来更为出色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电池管理效率, 从而进一步延长电子装置的使用时间,提升用户体验。 此外,联发科在晶片制造方面的技术积累与创新, 也将为Apple Watch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比如在健康追踪、智慧通知以及与其他电子装置的无缝连接等方面, 用户将可能看到更多令人惊喜的功能出现。 除了Apple Watch,联发科还将为苹果旗下的Biz耳机提供TWS 真无限力提升晶片。 这一合作对于苹果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苹果在TWS耳机市场虽然仍是头部品牌, 但其市场占有率正持续下滑。 而联发科TWS晶片的加入将有助于苹果在短期内改善这一状况, 提升其在TWS耳机市场的竞争力。 作为全球知名的晶片设计公司, 联发科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效能、低功耗的晶片解决方案。 此次与苹果的合作对于联发科来说, 无疑是一次重要的里程碑。 它不仅意味着联发科在晶片设计与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 得到了国际科技巨头的认可, 也预示着联发科在未来有望在全球市场取得更大的份额和更高的地位。 除此之外, 据Android Authority引述讯息人士报道称, 2025年, 谷歌Google旗舰智慧型手机Pixel 10系列将放弃高通和三星数据机晶片, 转而采用联发科数据机晶片方案。 若讯息属实, 这将成为联发科在客户端的一大突破。 报道称, 谷歌决定选择联发科目前尚未正式发表的T900数据机晶片, 预计效能将比上代的T800更强。 资料显示, T800数据机晶片于2022年11月发表, 其峰值下行速率高达7.9G, 同时上行峰值速率也高达4.2G。 而谷歌在做出此决定前, 已经评估了所有解决方案, 包括高通Snapdragon X75数据机晶片。 而之前谷歌Pixel系列所搭载的字眼, Tensor处理器都是与三星合作打造, 集成的也是三星Exynos数据机晶片。 最新的业内讯息也显示, 谷歌将于2025年推出Pixel 10系列智慧型手机所搭载Tensor G5处理器, 将转向由台积电N3E制程三奈米工艺制程打造, 与苹果iPhone 16系列的A18与A18 Pro及M4晶片相同。 总体来看, 近期联发科可谓是利好不断, 不仅旗舰晶片天机9400获得了多家头部智慧型手机品牌大厂的采用, 最近还传出, 苹果Apple Watch新品的部分数据机晶片也将有联发科供应。 这也推动了联发科股价近期持续走强, 截至目前, 最近一季股价涨幅超过30%, 联发科也积极发力AI领域, 今年联发科共计十七篇论文入选全球顶尖的国际学术会议, 研究内容除行动通讯技术及晶片技术外, 也涵盖大语言模型、内神经网络、 生成式AI边缘运算等, 积极投入产业国际标准制定等组织, 拓展产业影响力及技术领先的领导地位。 联发科表示, 生成式AI应用还需要时间发酵, 才能在智慧型手机等终端电子装置发挥作用。 但相信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成熟, 会在更广泛的产品线中引入AI功能。 目前, 客户对联发科旗舰级晶片需求非常强劲, 预期该成长将延续至明年一季度。 联发科认为, 中长期将持续从旗舰手机成长受益, 特别是来自中国品牌厂商的需求。 2025年, 旗舰智慧型手机市场成长路径将与今年相似, 海外市场同样也将积极渗透中。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